阿弥陀佛大家好 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连身佛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667集的播出 请问大家上来了吗 目前我在美国西雅图 昨天才处理好这个直播的场地了 非常感谢师尊师母 还有我们雷藏寺的好朋友们 西雅图的众好朋友们 大家的护持帮忙 师尊的加持师母的协助 等一下再跟大家聊西雅图的 林立元你是第二名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我的姓名是吴琼 这一次师尊文集孤影的对话 我们来一起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說我走心 其實我才懂 沒有人能抓得住我 我的心意是無窮 人說我走心 其實我才懂 沒有人能抓得住我 我的心意是無窮 我們邀請網路線上大家一起來做直播分享 好幾天沒有見面的都對 我們是不是彼此都很想念啊 歡迎大家來做網路的直播分享 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 其實我是冉冉神奇的彩虹 不要看我是柔弱如水 其實我是不想念一句風 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 其實我是冉冉神奇的彩虹 不要看我是柔弱如水 其實我是不想念一句風 人說我走心 其實我才懂 沒有人能抓得住我 我的心意是無窮 人說我走心 其實我才懂 沒有人能抓得住我 我的心意是無窮 高高高山地裡 深深海的心 高高山地裡 深深海的心 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 其實我是冉冉神奇的彩虹 不要看我是柔弱如水 其實我是不想念一句風 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 其實我是冉冉神奇的彩虹 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 其實我是冉冉神奇的彩虹 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 其實我是冉冉神奇的彩虹 其實我是不想念一句風 人說我走心 其實我才懂 沒有人能抓得住我 我的心意是無窮 人說我走心 其實我才懂 人說我走心 其實我才懂 沒有人能抓得住我 我的心意是無窮 我心是无穷 高考山顶临 深山海底细 高考山顶临 深山海底细 各位同门大家晚安 美国这里早安 嘿嘿嘿嘿 这里是政博天国新闻台 联深婆婆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667集的播出 已经在外面已经是冰天雪地了 不过直播的地方有暖气还好 所以这个季节的直播 我大概都会戴帽子 不然同门会叫我会已经上次保暖 保暖 今天是礼拜二 前天师尊在护摩 产生在护摩特别给我大力加持 挥去圆滚滚 上面圆 中间圆 下面圆 圆满圆滚滚和气生财 我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 圆滚世杰你好 这几天麻烦你跟你请问的一些东西 谢谢 张妙柔 很感恩 对我这个昨天晚上几乎没什么睡 大概睡两三个小时 太兴奋了 睡不着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准时直播 等到我时差调好的话 可能会在台湾东南亚时间 10点到10点半之间开始 最近时差可以10点 It's done, Kevin Ong 还有我在美国地区的读书会直播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因为我在这里也要处理一些事情 让我自己有自己的充分时间去处理 所以直播时间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跟大家预告一下 天气那么冷 那么早起床 其实很早就起床了 大概半夜一点半就起床到现在 好 还有西雅图 师尊有讲嘛 西雅图最近就是因为天气变化无常 有的人都感冒 所以你们来西雅图 现在已经是他们已经感冒末期了 所以我自己也在吃药 吃一点药来控制 不然的话 所以很怕被感染 那等一下什么事都做不好 那就是说你们要来西雅图的话 麻烦可以传真西雅图 中委会 传真中委会报告你要来的时间 哪一个班机 请师尊加持 签证通过 过海关通过 我这次就是在出发之前的几天 传真报告 不是传真 就是有报告上去 我要来 所以真的是千军一法 被海关稍微有点留住一个小时 给我问 但是幸亏一切都平安 而且真的是奇迹 因为海关跟我要这里的电话 我就随便给他一个 也不是随便 凭我的记忆力 我只记得那一刻 礼拜天师尊问 我为什么用他家的地址 我只有记得这个地址 所以说也对 因为推广师尊文集 我在看师尊文集 每次的续文 师尊的续文 师尊的续文每次都写这个地址 你去看每一本师尊文集 都有他家的地址 师尊续文的地址 师尊我就只记得这个地址 所以说回答也正确 然后在平常晚上都没有人的时间 突然就是有个法师在那边 我们的联系法师就在那边 就正好接到电话 然后接受了询问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因为师尊讲出来了 我才跟大家报告 真的是千军一法 如果没有人在 有可能就变成生活中头条新闻 会军被送回去台湾 所以出外出门给师尊加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给生加持之后来到西雅图 不要忘了要供养师尊 感谢师尊 不要空求 对不对 其实下雪并不是很冷 我觉得跟台湾的人好像差不多 你看那个雪好像很冰很冷 我是觉得差不多 不过既然来的西雅图 我这次特别带了 这个是克伦比兰的 这个叫做什么 羽绒衣 既然买了就给他穿上 这天穿得像肉粽 很好玩 每个人都秀出他的羽绒衣 我有带 放心 陈乔峰 还有谁呢 还有把西雅图的雪景都拍给大家看 对不对 大家都有看到 哇 已经那么多人上来了 会军够 对啊 就是气温就是这样 其实还不是很 还不是最冷 他冷的时候是早上特别早 或者晚上 那其实大家大部分都待在屋内 屋内有一个暖气是也不会特别热 就是维持一个正常的温度而已 就像现在这样 维持一个一般的温度 也不会特别热 所以出去 大概披个羽绒衣 就出去了 一接食尊 吃完饭 披个羽绒衣 再送食尊回蜜院 就是这样 只是去山庄的话 你要油掉了 只是去采用山庄 我就会比较动 还好记得一个地址 如果说不出地址 听说更糟糕 马上Google 所以你们来到美国西雅图 他问你 你如果住哪个旅馆 旅馆的地址要记得 旅馆的地址 他有问一些问题 你最是要来几天 当然我讲一个天数 那你来这干嘛 参加法会 参加法会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开始 我说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法会 整个春天 我说对 其他这个 如果要问我在私底下跟你讨论好了 林玉珍 可爱上师喜乐 多天没上课 想念 Lishonghan 薛亚芳 Sonyany Jandy Miss you 上试 HoHoHo Now Sea To Winter Weather So Cool 所以我贴下雪的照片 美元、莲花 打感冒预防症 陈寗珍 上次辛苦 我天气寒冷 多加外套 刚刚有秀外套给你们看 Anya Tio 你好 SK Law 还有这个 Sany Go 谢谢你的高客 Sany Go 你好 而且你们在亚洲地区 比较少看到下雪 昨天晚上特别拍雪的影片 还有今天贴雪的照片 还有是戴小帽帽 还是穿凉鞋 美国下雪 西亚洲下雪很漂亮 但是也是非常的危险 如果在住家 水龙头要开一点点的水 让它滴滴滴 好 上次晚上好 昨天刚旅游回来 得奖的书不知来了没有 柯天就收到 隔天就收到了 对 如果你们是东南亚的 我们大概会 大概一个礼拜 不会超过两个礼拜 就会收到 Main Lotus 好 但那就 Mary Lai Mary Lai 好 有 Mai Lai 谢谢功课 回去 Go 好 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伴的留言了 哇 那个莲花梅莲 还有莲谦王国慧师兄 得到了菊花赠书 做了功课 上一集就是讲到 瑞士俊提到 师尊为男婴取名 何有生 何有死的故事 Edith丹说 每个人都会面对生死 甘封立身 就是为这个婴儿 取了何有生 何有死的这个名字 其实师尊已经知道 这个婴儿的生死了 而且非常的准 李敏扬 师尊文集 何有生何有情 其绝有情 你的心得是一切因缘果报 皆是有情 心得在休闲过程上 需要觉醒 明白自身因果 观察自身 因果才能够觉悟有情 对啊 你们来美国 或者来外地 要准备两种 一种是胃肠药 那个万一水堵不服 有一年试着去印尼红房 很多人吃了 玩耳拉心 肚子 所以胃肠药 包括腹瀉的 跟消炎的 那个肠 那个拉肚子的 胃肠药 一个就是感冒药 感冒药又有分 台湾是有福冒 还要加上一个喉咙消肿消炎 因为感冒药 常常 感冒常都是从喉咙开始的 喉咙走 然后开始咳 咳咳咳咳 所以除了感冒药 还要加强效果 睡觉起来 喉咙粗粗的有痰 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要是我就开始进宫了 所以这次在西雅图 我看到好几个跟我讲 我已经上师 我感冒快好了 哈 那你跟我讲话讲那么久 赶快死掉 王宁业你好 王国会的功课 谢谢 是现在 雪景很美 觉得也很冷 我在拿外套给你看吗 我拿外套的袖子 外套的袖子 你看我的外套那么厚 袖子在这里 等一下可以 这次又有人问 花灵药油化冷 十姐得罗 好久不见了 好 尤梅拉说出家生争不荣耀 坚持心信心修行心 丽莎娟二十多年前 师尊两次曾经暗示 要你出家 当时没有理会 原因放不下家庭 责任未完 但责任已经完 自己已经觉得很老 只能修法祝福 默默支持 这上一些同门留言 罗威脸 你好 哇 金属壁 对不对 好 收到张树珠 因为我现在在 美国西雅图红华就没有办法举办赠送活动 可能回到台湾吧 三月中回到台湾以后 我们再举办网络活动 不过记得要常常上来 美月年华 你好 今天跟大家仍然介绍 指引一条明路 请风浪避开 记得彩虹雷尚4 也就是彩虹山庄 每次的冬天都有那个风很强 像台风一样 这个叫做洛山峰 这个叫做洛山峰 落下来的洛山上的山 洛山峰 不过经过师尊加持之后 那个洛山峰 你这次去采用山专你就不会遇到什么洛山峰 很强的 对不对 所以师尊呢 他的神通力很大 但是呢 他神通力很大 是学佛之后 这个学密叫修正了 的那种法力 对不对 大家都会这样 可是他还没有学佛之前 还是个小孩子 他的能力是怎么样呢 Majinimashin' 你的功课 六金禅师姐 天气人多穿衣服 谁跟我讲多穿衣服 我就拿那个很厚的外套 你看 我戴了外套 这是他的袖子 在我旁边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那今天要介绍这篇文章叫做 请风浪避开 那就是说师尊在小时候呢 由高雄搭船到澎湖 师尊在印象里面 高雄到澎湖 有一些船 有些船的往来 比如说 有公圣轮 公益轮 横益轮 还有三艘的 客轮 往返高雄跟澎湖 高雄在台湾的南端 那澎湖是在外岛 船来来来去 这样子 师尊也会搭船 从高雄到澎湖 那师尊呢 要讲到澎湖的人 他们讲 鱼叫做湖 吃湖 吃湖 我们家乡会是贾鱼 贾鱼啊 对不对 那澎湖人他叫贾湖 还有那个马公 马公是一个岛 一个地方 他们叫马根 那师尊跟澎湖的因缘 也是怎么样 师尊的祖父卢昌是澎湖人 那师尊的妈妈也是澎湖人 还有师尊的高雄的舅舅也是澎湖人 所以师尊跟澎湖有一段因缘 也会搭船到澎湖去 是这样 然后呢 有一次他就坐船 那天风浪很大 船行到大海中 摇得比婴儿男 摇得还要厉害 你们有没有坐过船 摇得很厉害的船 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KK沙巴 他说 上司那个有外岛去 外岛多漂亮 他说好啊 然后呢 他带我们去那个原住民土著开的船 结果那个船是这样 哀哀哀哀 他不是开船 叫飙船 用飙的 呜呜呜 速度很快 那风浪也很大 然后呢 你好像在做什么 过山车 Rolling Coaster 哇 我是可以不用晕船 可是我还是蛮怕的哦 一下子好像 好像在做自由落体这样子 本来这样突然升高 突然碰自由落体就下来 哇 而且呢 不是一次是每一次 每个阵子就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下来 哇 那师尊的小时候 他这个坐 这个到澎湖的船 那天风浪也是非常的大 比摇婴儿的 婴儿难 还要摇 你们哦 坐船要怎么不晕 或者说坐车 有没有 经过山路 有人就哇 这个晕 对不对 其实不用晕 为什么 车子开这边 你的头就向这边 车子开那边 你的头就向那边 这叫太极嘛 你就顺着 车子开这边 你逆着 对不对 车子开那边 你逆着 你在车子里面 你跟车的那个方向是逆着 你的那个气脉都阻塞了 又紧张 又很紧 然后又不舒服 容易晕车 头晕 呕吐 甚至会呕吐的 哇 但虽然那天的风浪实在很大 那个船窑的 嘎嘎嘎作响 连船轨都快要摇断了 哇 那那个船轨摇断了 那这个船怎么样 没有办法嘛 对不对 那怎么走了 整个船舱的人都吐了 可见那个是自由落体的太厉害了 很多人都吐了 师尊听见有人讲 那时候小小的 卢斯尊 他就听到有人讲 哇 哇 怎么办 这个风浪好大 另外一个叫 哎呦 这个船很危险 哇 然后有个叫 哎呦 是不是航行到澎湖沟 澎湖的海沟 是一个很深的 很深的一个地理的海沟 那很容易发生船难的地方 而且诡异莫测 水流非常的急 很多的船都寝附在澎湖沟里面 然后呢 师尊还告诉大家 师尊告诉大家 宫圣轮 宫义轮 恒春轮 这个三个客轮 在以前也曾经就掉在这个澎湖沟 所以是性命攸关的 危在旦夕非常的危险 然后呢 大家就在那个船上 非常的人心惶惶 哎呀 怎么办 船的那个鬼 超多要断了 大家都呕吐 咬了 咬了要死 又自由落地 怎么办 我们来看同门 圣记吗 上次好开心 阿弥陀佛 最近天天跟师尊师母 还有好朋友们 大家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 哇 丽玉吹来了 甘风丽 你会晕浪 晕船浪 虽算船要吃紫晕药 也是哦 虚亚方顿汉 虚亚图很冷 对你们来讲蛮冷的 Josemine 你好 好 Kevin Oh 所以呢 这个师尊呢 在非常的危急的时候 竟然对着风浪讲 请风浪避开 大声的对风浪这样子讲 哇 请风浪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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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的念了三遍 是说喊了这三声之后 风浪突然变消了 接着风浪停止 船也就平稳了 问题是在这个船的一帐以内 风平浪静 船的外面呢 一样波涛汹游 船上的人 全部来看奇迹 啊啊啊啊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有这种风浪 对不对 没办法靠近船 只是船的外围 对不对 四周一帐都是风平浪静的 船的外围 那边才是哇大风大浪 有人说哎呦 这是妈祖来显灵的 妈祖很灵感 倒是有一个人讲 哇我们的船上 可能坐了一位贵人来保佑 对不对 那这个 很多人在讲奇迹啊奇迹啊 对不对 然后有人讲 哇自小到大 看那个船风浪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景象 大家就纷纷在讲 对不对 然后有人说 哇这个船一定是神明保佑 那师尊不敢讲说 他那天搭着船 这个没有沉没 是因为自己喊三声的功劳 这是师尊比较可计 但确实有神明的保佑 才会出现那种奇迹了 后来长大了 后来长大了 师尊才知道 他一出生 师尊就拥有了佛祖利利 佛祖的利利 阿弥陀佛利利 三三九和利利 现在还有 邀辞基姆利利 师尊身上有三大利利 是不是很厉害 所以如果你看那个空海大师的影片故事 他也是遇到船难 风浪很大 结果大家都在哭在喊 他跑到风浪的前面 他对风浪喊 让我风 风来化为风 雨来化为雨 哈哈 给他那个风浪 给他喝斥 风浪也停了 好去看 所以这都是有正量的 王黎玉 好幸福 我们跟师尊师母夺气 欢迎大家一定要来西雅图 赶快来 这次师尊要传伊西嘎臭的大法 大法里面有很多的奥秘 好 红豆汤 谢谢你的功课 Achanel Alistan 小时候每次都剩小船 去市区大约两个小时 那时风浪到船差点沉下去 真的吓死了 所以要带游泳圈 好 这个集气回响 中心中你好 谢谢你的祝福 以兴 搭船在台湾搭过其境 其他远一点的就没有 郑金发 感冒率 你说会晕船都对 谢谢大家的上来 节目中间我们来一起请佛注释 祈请哥们传承 愿师尊宁 长驻时间 长转法轮 我们来唱 南无华光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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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光自在佛 花光自在佛 我们以虔诚的心回向师尊 师母吉祥如意 愿师尊常驻世间 常传法轮 无助涅槃 阿弥陀佛 谢谢师尊一直忽悠着众生 对了 上个礼拜天 我们正佛天空新闻台 特别服务大家 为大家一起集体报名 足起 足起还是功德足 反正美金五百块的那种 足起 为所有天空新闻台 参加师尊文吉读书会直播的 做的同门 按赞、转贴、分享 或者义工 或者来参加 或者来浏览 反正网路同门 全归于尽 清静的静 同归于静 清静的静 而且上个礼拜的虚空葬菩萨 非常的殊胜 有下冰雹 有出阳光 而且采用山庄的人跟我们讲 哇 这个礼拜天的空气 的天气 真的是算是很好很好了 那天的法流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 所以你们可以再多多看 师尊虚空葬菩萨的护摩 看有加持 师尊的读书会有 师尊每一集的其实都有加持 还有呢 希望师尊也加持我们 接下来的读书会直播 我加持我们所有的同门 大家吉祥平安 Azdan 陈宁甄 我大家贴名字 Seng and Sen Lo 甘露海 Lisa Chan 师尊天命助世间 帮助人间解灾难 还得世人能警觉 化解业力共修行 那么华光自在佛 那还有谁需要方也是回向 对不对 很多人都在回向 刚刚那个 日学俊 你讲 师人身上有三大律令 基姆地藏王 瑶子基姆律令 阿弥陀佛律令 三山九合律令 喊风浪停 风浪就停 这个是师尊的 其实从小就有这个正量 他是甚至是佛祖律令 这个小小叮咛 小小叮咛 今天要跟大家翻开的文章是什么 我们都是小孩子 大家也有看到我们的师尊 这个照片吗 对不对 我的脸书最新的贴文 那个雪 今天这几天的雪 还是有点厚度 我那时候是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拍到的雪 是在晚上十点 大概十一点 路上的清雪 残雪的车就出来 然后呢 师尊在吃饭的时候 有叮咛 这个附近就是说 会开车的同门 驾车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要准备雪胎 要准备雪链 那个打滑 非常的威胁 滑一滑滑到湖边 师父也告诉我们 明明趴车在这个车位 结果趴好车 这个车子会自动滑掉 滑掉去靠别的车 哎哟 恐怖 对不对 黄丰涛你好 余震宏 黄丰涛 我有私人讯息给你 你都没有看到 好 师尊John 甘露海天气很热 35度 来西雅图 要来西雅图的请举手 赶快大家过来 而且最近 大家都在等大法会 对不对 其实呢 大法会之前人比较少 比较容易 课 对不对 可以跟师生讲话 可以讲很久 OK你好 那小小丁你要跟大家介绍什么 我们都是小孩子 那第一次怎么讲呢 你说 在感情里 我们忘记彼此的岁数 你几岁我几岁 彼此都忘记了 因为你是小孩子 四岁是小孩子 莲花童子 我也是小孩子 我们拥有 纯真无邪 诚实 相知 相惜 相爱 这是最单纯的一面 对不对 你我的笑脸 总是那么的稚气 你看实在这小孩 尤其是礼拜天 把慧君叫过来 我以为他讲一次就好 原来讲那么多次 而且呢 不是只有在护魔法会 在我吃午餐的时候 我就被大力加持 因为刚好跟师生做同一桌 然后那个桌上啊 吃完午餐 对不对 那个财文人家是有一盘 同门做的手工饼干 没有什么糖 我说哪一个吃 不错再吃第二个 再吃第三个 结果我偷偷被佛GPS 师生讲 慧君都是油 有喜欢慧君 然后那个礼拜天也是 师生也是给我加持 对不对 然后我就 师尊 那个联恩也是胖胖 还有呢 大法会 大法会之后 西雅图的春季大法会 还有几个胖的会过来 到时候我要好好的介绍给师尊 然后我站在他们后面 就看不到我了 嘿嘿嘿 不过呢 还是要注意健康 对不对 炒吃油是对的 哇 谁被烤焦了啊 苏仙圈 李瑞珍 郑雅珍 Kissie Ann 甘露海说很热 阿坚谢谢你 常常帮我们转贴哦 好啦 反正就是莲花童子哦 这个所以呢 你我的笑容总是那么的志气 就是幼稚园的志啊 气息的气 对不对 就是非常的天真 非常的灿烂 我们的师尊 到现在还是这样 哇 每天都会看到师尊师母 师母也是一样啊 都哦 他们两位的精神都很好 健康也很好 嘿 我还看到师尊的那个画室哦 有那个运动器材 哇 他在那摔 嘿嘿嘿嘿 对不对 我是拿一个手腕的腕力球 呃 还有那个 韵律带 在那个住的地方 呃 在运动 欸 等到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还要再进行 好 那但是 这个修行人就是很快乐 对不对 啊 那所以呢 呃 你说过的莲花童子 永远不虚伪 哦 师尊是永远不虚伪 弟子也是不虚伪 哦 然后呢 这个 呃 这个 哦 刚刚这个是弟子讲的 那师尊怎么讲呢 师尊说 你知道吗 我多么盼望 自己是个小小孩 自己是 希望是个小朋友一样 哇 吃饱了睡 睡饱了吃 眨着天真的眼睛 看那奇怪的世界 欸 真的baby 哈哈哈 吃饱睡 睡饱吃 耶 欢迎加入大三元行列 元滚滚行列 嘿嘿嘿 有个过年的期望 希望财元滚滚 有个过了年之后 欸 过年到岁末 只剩下三个字 哈哈 元滚滚 你猜都没有了 不然猜元滚滚 画变元滚滚 哈哈哈哈哈 老师尊讲说 你知道吗 我这个小小孩 不想懂这个世界 也不想懂大人的世界 更不想长大 因为我赶快翻下一个 长大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苦楚 很多的痛苦 我要说的是 我现在台湾岁已经75岁了 我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真的常常忘掉自己的年龄 我们今天师尊画了一幅画 很漂亮 葡萄叶子 然后葡萄藤 很洒脱的 我看那个构图是非常的特别 很有特色 师尊画的不怎么样 结果弟子 我们看画的弟子讲 师尊你的画好棒 怎么会讲不怎么样 师尊还是很谦虚 但是他在画 连他的画画都不虚伪 都很纯真 很率真的 所以师尊说 我现在已经75岁了 但是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 也就是不把年龄放在自己的心上 就忘掉了自己周遭的一切 师尊说 我还想跑 我还想跳 我还想叫一叫 还想笑一笑 还想大叫大笑 哈哈哈哈 哇 我学习无所谓 我学习不在乎 爱我所爱 我不大喜欢大人的老成 这个表面跟你想象 可是心里想什么不知道 贵族语特别多 不喜欢大人的老成 大人的虚伪伪装 大人的规矩 大人的奸诈 大人的做作 大人的多虑 对不对 这个都是比较用各种的面具来伪装自己 然后呢 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的 师尊讲 我厌倦大人 我喜欢小孩 我牵着小孩的手 走一走 跳一跳 我记得呢 在夏天 去年的夏天 我也是来到西雅图 哇 同门带着小朋友 来给师尊 小朋友会自动牵师尊的手 哇 高兴 有时候师尊的一只手牵着两个小朋友 有时候不够牵师母来帮忙牵 可是师尊是大朋友 牵小朋友 还是小朋友 一群年花童子 我们一群年花童子跟师尊走在一起 最快乐 最纯真 最不虚伪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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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你有享受过吗 赶快来西雅图就对了 看看你们 有没有廉价的机票 有同学问上司 去西雅图 从马来西雅 槟城到西雅图 要转机几次 我想至少一次 但是如果你有比较贵的飞机 可能一次就到了 那我们台湾到西雅图 是长荣是一次就过了 对不对 没有转机 华航也是 但是我这次是搭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扮机 只是到了海过 看到你 哇 要来这么多天 他开始问 你要来几天 你带多少钱 你来做什么 你们要懂得回答 Mohol Jeffery Dunn Lisha Jen 年龄是树木 心情跟体力 才是最重要的影响 Kelibra 不过还是很感谢美国的海关 那么关心我们 干坡立 干陆海 火月山 你们是观光签证的 对不对 就不要写说 你自己来工作 计工 那个都不用讲 你是什么签证 你就是讲你签证的东西 要懂得回答 好 再来变成烤箱 很热 张灯云夫妈妈 你好 还有 你们那边很热 我们这里结冰 要不要来这里吃刷冰 年后同时永远不虚伪 我们是小小孩 以心 我像小朋友样的话 这样子一来什么都不用理太多 世尊是开心 关心上师 所以请上师控制 开心 自然胖 心里累 告诉你们冬天 因为冬天热量消耗快 所以会稍微吃多一点 到夏天就瘦了 不要告诉世尊 不要告诉大家 一直在 我们都是小孩子 都拥有无邪 纯真老实 天真可爱 有没来 世尊一级棒 有师祖 有佛祖律令 李瑞珍 郑雅珍 谢谢大家的留言 还有 哇 下次亮亮 四毛小孩 也可以跟大家手牵手 斯恩加持 你快点拿到美国签证 你写信 把你的名字 或者照片 还有这个地址 资料 就是最好用快信 寄到回信中心 如果来不及的话 也要传真 那日后再补上资料 在台湾地区的可以用划播的方式 赶快求师尊加持签证顺利 你们什么时候到我三月中过几天才会离开 希望大家可以在西雅图看到我 我看到你们 好了 那反正最后师尊写了写了一个一首诗 小小孩 你十六 你十六 我十七 我们年岁相仿 仿佛的仿 我们的生活没有惆怅 不慌不忙 我们随风逐雨 常来往 天天快乐 纯浪漫 我们不是大人 常计算 什么唠叨的事 旺旺旺旺 你看一个心里面保持年轻的人 所以不要告诉自己老了 也不要讲别人老了 偶尔遗忘那是正常的事情 可是不要告诉自己 也不要告诉别人老了 而是有没有像师尊年轻的心呢 好 就是今天跟大家报告了这两篇文章 喜欢吗 接下来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接下来的时间是这样 除非有特别的其他心价安排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们都会在这个时段 做读书会的直播 晚上十点 对不对 你们的时间十点到十点三十分 因为有时候实在是太早了 你们那边十点 我们这边六点 六点到六点半 那个天都还是暗的 目前那个天都还是暗的 外面都还是雪 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 我是踏雪过来的 踏雪寻梅 踏雪寻马路 还好那个雪不会很厚 不过去年的冬天西雅图 就是美国地区 那个雪是厚到像膝盖一样 如果那个时候我直播 雪那么厚 我不知道怎么冲过来 万一如果我冲不过来的话 我就会告诉大家 今天外面雪太厚了 请用直升机接我 目前是都还好 有师尊在 像去年那个雪很厚的时候 美国当地的supermarket 那个超级市场 他的所有的粮食 竟然都被抢光了 而且他那个暴风雪 不是只有一天 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那今年师尊在西雅图 在美国 虽然师傅在美国过冬 应该比较好 然后美国空气是对他们是比较适当的 因为我们虽然一直在回向空气污染退散 可是空气一天没有好 你说要请孙师母 怎么过来 然后也要注意到他们的健康 所以成果天空气方台 各位同盟 我们继续回向吧 回向空气好 邀请孙师母 他们早日回到台湾 看到家 好 节目最后 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 一起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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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读书会直播 不要忘了给我们按赞 转贴 分享 今天介绍两篇文章 直隐一条银路 师尊的文章写到 请风浪避开 小小的卢师尊 他坐船从高雄坐到澎湖 遇到大风浪 非常的危险 这个船就要欢乐 可能到澎湖的海购 结果是小小的卢师尊 师尊就喊 请风浪避开 喊三声 结果遇到了奇迹 船的一丈范围里面 风平浪静 船的外围都是大风大浪 所以师尊从小就是 有佛祖律令的加持 小小的叮咛 师尊讲道说 我们都是小孩子 师尊 他本身的 纯真不虚伪 看所有的弟子 也希望大家 跟他一样的莲花同志 真性情 纯真不虚伪 然后呢 欢迎大家 一定要来美国西雅图 大家一起来朝圣 见师尊师母 我们给师尊 明天晚上 台湾时间 十点到十点三十分 开始 人生朋友文集 网络直播读书 我们网络观众再会 拜拜